当地时间3月24日 在菲律宾马尼拉中国城内的菲律宾中华重任医院 癌症研究中心主任李杰顺等11位医生 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十多位专家 召开了一场远程跨国视频会议 双方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就十多个新冠肺炎防控和治疗专业问题 进行了细致的交流 第一个过是一个 早期发现和早期隔离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一个社区 联邦联工做事非常到位 对一些密切接触的人群 进行阳谓的集中隔离 对一些易感人群我们要继续保住 第二点我们对病人要集中的收治 视频会议结束后 李杰顺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表示 崇仁医院已经按照菲律宾卫生部的指引 为部分重症患者进行测试 目前收治的患者中已有五位患者康复出院 根据菲律宾卫生部公布的数据 崇仁医院新冠肺炎患者的治愈率高过全非 死亡率低过全非 该医院有700张病床 有不少设备在全非首区一指 医院有数台先进的快速西门子CT扫描仪 全套血液检测仪器 先进程度在菲律宾医院中也是名列前茅 据了解此次连线是中非两国医疗卫生领域 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次友谊尝试 帮助菲律宾医疗机构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 也是对广大在非华侨华人殷切期盼的回应